防疫期间民众情绪紧张 居家相处的时间增长 亲属间的冲突也跟着增加 家暴案件也随之拉警报 新北今年3月受离家庭暴力通报案件 比去年同期成长将近有三成 社工的工作量不但增加了 压力也跟着变大 关心家暴案件增加 郝友宜特别准备了200分的餐点 慰绕辛苦的社工 今天来到家庭暴力房子中心 带着餐点 这些餐点有汉堡 有咖啡 有鸡蛋糕 不是昨天出剩下的 是今天做的 要讲清楚 今天做的 特别来谢谢我们的社工 因为三成 他们的工作压力又增加了 找出家暴案件增加的关键 新北防疫期间的服务不间断 提供受报家庭全面 以及完善的服务 新北13家有线电视 也加入关怀的行列 对 有需要极难贵住的家庭 我们给予素食的补助 不要产生因为经济的困顿 造成的暴力事件出现 那同时 也拜托我们13家的有线电视 来播放这段时间 情绪管控不好的 容易造成家庭暴力的宣讨短片 让他们知道在这种状况 要互相体量跟包容 有线电视 之前的连续 易奖 就是 说 事情 没有 也有 有线电视 也有线电视 可以 跟著 他给了 希望 因为相处的时间增加 还有工作经济压力的种种原因 更容易发生冲突 社会局制作的短片 教导民众如何在防疫期间 疏解压力 将在新北各有线电视播放 记者沈志永新北市采访报导